欢迎去锁定时点不一样 我是秦林谦 边境政策有大转变 从9月29号起入境人次改成每周6万人 而且也因应入境人数增多 下周入境也改成发放快筛实际 初期还是会先有总量的管制 预设是管制每周15万人次 如果疫情是可控稳定 那么我们会宣布 预计我们现在的实施的日期 就会是在10月13号 总赛派到入境凌家气免隔离 后期天自主防疫 入境无症状可搭大众交通工具 但需要有两日内快晒阴性才可出门 外出用餐也要独自或与特定对象 但验出阳性不通报怎么办 外国人的部分可能就遵守度比较低 那么如果外国人入境是透过旅行团 那我们会请旅行团予以要求 那如果是自由行进来的 或者是这个不是跟团进来 那我们会尽量的予以规券 也就是说禁团令将全面取消 但前提还是要疫情稳定 在这之前确定的是 9月29号每周入境人数提升到6万 居减3加4全改一人一事 也取消机场拖曳PCR改快筛 公在机场提供四季的一个交用快赛的四季 那在入境当天或是次日 不止林佳琪有了时间表 疫情稳定恢复互惠国免签 寒露港澳也会开放观光 也就是说团客来台 先前公布要打满三季 团进团出全程佩戴口罩 也有望取消 边境政策将迎来大变化 但王必胜早上才说 口罩令会在零加七后 调整成只需特定情况佩戴 不到半天改口 说目前没对口罩解禁 做任何讨论 零加七这个是没有关联 那零加七之后 我们会看疫情的状况 然后再去做相关的讨论 想要出门就已全脸世人 短时间还是不可行 毕竟最新22号本土确诊 都仍有42212例 虽然和上周比总体看有下降 但王必胜很谨慎 市井社区低度流行 会持续到年底不可大意 TVB新闻徐坤 善务宣同 安心小组台北报道 若敬松榜林加七 组团禁令也同步解除 旅游业准备带团 提前两个月开始找导游 这个空档 我是有的时候在导游协会 协会里面有一些事情 比如当评审 Simon当韩语导游 资历近30年 2019年底因为疫情 团体旅游全被砍 偶尔到协会帮忙 也转带国旅团 就在8月传出解禁风声 被照回熟悉岗位 空冲期两年多 韩文又能派上用场 入境放宽 同步恢复组团 旅行社至少提前两个月 拉人回来人背起了 接驳交通车也得到位 疫情期间有一些 游览车公司可能休息 或者是歇业倒闭的也都有 不过我们在整个这段 在准备市场恢复的 这个过程当中 执行的一个沙盘推演 那也有实际到当地去 整个了解一下这样子流程 入境松榜对留业 是好消息 一旦直飞的机组员 康一自己还被拘禁 因为规定到外站旅馆隔夜期间 拿的是一次性房卡 常常三到四天禁止出房门 加上回胎检疫 算下来一年两百天都在拒解 指挥中心和民航局 约下周一讨论外站管理 机组员指判 别再用防疫限制人身自由 TVB新闻 周恩的黄静云 台北报道 而行政院长苏文昌宣布 预计最快在10月13号 入境检疫就要改成零假期 电话客服不断进线 旅行社公路人员一一回复 行政院会后记者会宣布 最快10月13号入境检疫改为零假期 线团令同步取消 民众想出国玩的心等不及 旅行社业者出了原先规划的自由行 也开始准备首发团 除了首发团 旅行社透露夜旦跨年到国外赏风赏雪 询问度都很高 明年农历春节只要请假4天 也能联休16天 唯一要注意的是旅行业者点出 航空公司机位也需要调整 疫情间改成货运使用的航班 要再改回载客 其实现在机位会是一个最大的困难 因为现在以过去的经验 像这种突然的开放 都会有机位不足的状况 迎接解封 旅行社大多准备好了 加上护卫免签也会恢复 地方平台统计出 民众最爱去的亚洲国家 前三名为日本、韩国及泰国 以规划兼顾防疫 能安心出游的住宿行程 现在有准备很多的家庭式公寓 或是精品的一些旅馆 那你可以跟你的朋友 或是跟你的家人 比较属于在一个 比较属于自己私人自己的空间 毕竟松榜0加7 如果真的开放旅行社及 订防平台已经开始磨刀祸祸 就连航空公司也开始新增航班 要抢客 像是ANA全日空10月底开始 松山飞玉田 每周五班改成每天一班 虎航也推出日韩泰 直定航班88元起 全航线单程更只要888元 还增班超过220个班次 周四下午三年开抢 同时有近万人进线 虎航网站秀出排队人数 9999加字样大档机 可见不少国人都迫不及待 要飞出国玩起来 提高点继续来关注就是 俄罗斯虽然撤出了哈尔科夫 可是当地仍然炮火不断 CNN报道分析说 俄军因为节节败退 现在把攻击目标 对准了乌东的巴克马特 现在兵员不够 只好又派出瓦格纳集团佣兵 在联合国召开的同时 普京突然下达30万的征兵令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则呼吁应该剥夺俄罗斯 在安理会的剥决权 乌东哈尔科夫州的酷皮杨斯克 尽管已看不见俄军 但轰炸声还是没有停歇 整座城市早被炸成废墟 留下的军民数量少得可怜 英国天空新闻记者 好不容易找到采访对象 但已说起战争 民众还是满肚子怨气 采访过程记者也需要躲避 炮火场面现象还身 外面中这个地方原本是一间警察局 二军占领期间 却把这里当成关押 领略平民的地方 乌克兰检方因此得积极采样 寻找犯罪的证据 但乌东目前最危险的恐怕是这个地方 自从俄军撤退哈尔科夫开始把目标转向盾内刺客州的巴克马特 俄军求胜心切甚至派出瓦格纳私人佣兵步步进逼 可以确定的是 在巴克马特参战的俄军可能不是正规军 乌克兰向CNN表示曾抓获被招募来打仗的俄罗斯罪犯 军事专家分析俄罗斯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士气不足 俄军分身乏术之际乌克兰民众也得学着坚强 有摊伤照常贩卖马铃薯对轰炸身见拐不怪 随着普京加码宣布动员30万人 联合国大会的话题焦点都在俄乌战争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火力全开呼吁剥夺俄罗斯在安理会的否决权 他在演说中光惩罚这个字就讲了好几次 但俄罗斯还是顾左右而言他 最近还向乌东一带空投传单 反却乌军停止血腥战斗 另外南部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危机也还没解除 不过乌克兰宣布成功趕回 包含亚素钢铁厂战士在内的215名战俘 在沙鲁地阿拉伯斡旋下 俄罗斯也另外释放10名外国佣兵 一名英国议员透露 先前在分离地区被判死的英国籍士兵艾登阿斯林 就在林丹之中 日月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刚刚也知道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下达军事动员令 要征交30万名的后备军人上前线 可是这样子就能够扭转乌克兰的战局吗 详细容教宇资政记者张女席 乌尔战情的两个新发展 第一个是在乌克兰这边 卢干斯克 顿内茨克 扎波罗热跟赫松 这四个目前是俄罗斯占领的区域 当地的领导人纷纷发起入俄公投了 最先是在卢干斯克发起的后来三个州 都陆续响应 时间会在9月23到9月27号 另外在俄罗斯这边 他们现在发出了动员令 要征召30万名的后备军人上前线 原因自然是因为前线战事吃紧 乌克兰反攻 让俄罗斯现在是急征后备军人 他们甚至还有立法 如果这个军人他投降 抢掠不服从或逃兵 甚至是不回来参加动员的话 都会加重罚则 目前预估俄罗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是投入20到25万人 现在折损了大概三分之一 约7到8万人 所以他们才要招募更多新的兵力 到前线去 另外一个关注的是 他们认为说现在这只是局部动员 为什么局部动员而已呢 主要还是俄罗斯内部 他们支持开战的大概是15到25 不支持的是20到25 而一般的民众还是占大多数 大概是50到65 而这些人希望战争 只要不影响到他们日常生活就好 因此局部动员影响性相对是比较小的 普清下令征召30万名的预备役 显然就是想要在即将到来的冬天 决战冬季 不愿当炮灰的俄罗斯民众开始陷入恐慌 能逃的都已经出逃 不能逃的则是上街抗议 说不想为普清送命 普清一边在征兵 一边则是在清俄地区办公投 似乎又想要重演并吞克里米亚的老招数 俄罗斯镇报警察又抓又拖又踹 强硬歹人 在街头上演大追捕 旁边还有一大群示威者继续鼓噪 高喊不要战争 还是被强行架走 这些抗议就发生在俄罗斯总统普清 颁布动员令之后 宣布部分动员要征召三十万名的预备一军人 但是看来多数人一点都不想成为那三十万分之一 就连远在莫斯科的新西伯利亚也有民众高喊 直说不愿为普京送命 他越喊旁边路人的掌声越大声 还有人连夜订机票逃出国 飞航追踪网站上显示 俄罗斯出境班机暴增 而且买的都是单程票 赶快飞往不用签证的 雅美尼亚塞尔维亚等地 夺真招的出逃朝涌现 机票暴涨 向飞往杜拜的单程机票涨到15万台币 比平常贵了五倍 还有原本在雅美尼亚工作的俄罗斯人 吓到不敢回家 相较于乌克兰全民参战 普京喊要增兵动员引发国内反弹 更让外界怀疑俄罗斯前线作战士兵早已溃骨成军 俄罗斯国防部长坚称开战快七个月 俄军阵亡不到六千人 但是美国的统计却是八万人 而且现在许多在前线作战的俄军 根本就不属于俄罗斯正规军队 尽管如此 普京还是持续向西方不排除动用核武 普京耍狠强调说这次不是说说而已 但是听在欧美国家领袖而理 这是代表普京慌了 英国认为普京这番话等于变相承认乌克兰正式失利 反而让欧美国家更肯定现阶段策略奏效 而且普京不只在战事上喊增兵 还要在乌东四大亲俄区办假公投 会说是假公投 就是因为这些地方早已被亲俄势力控制 CN分析这是普京想要仿照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的起手势 可能在公投后就会大规模入侵 但是随着冬天即将到来 战事可能更胶着 曾到乌克兰前线的退役 美军军官认为乌克兰有西方军援 可以为反攻提供量能 在冬季一决胜负 TBBS新闻综合播导 美国联组会连续三度升息三马 是2008年来的最高 但这也使得亚币持续重贬 再请允熙席带我们的了解 美国联组会是持续走鹰派的路线 决定又要再升息三马 这已经是今年以来第五次的升息了 外界甚至预估可能要到2024年的时候 才会降息 这也代表接下来升息的路还很长 会加大升息的力道 对亚洲的影响 自然是看到亚股走低 亚币也疲弱 亚股的部分像是台股 今天就跌100多点坐收 而央行也跟进美国升息 将会升息半马 另外亚币疲弱的部分来看 台币对美元 其实早盘就重扁1.56角 来到31.6元的价位 收盘果然就是达到31.616元 已经是再创三年的新低了 韩币对美元是更惨 韩环已经扁破1400大关了 这是2009年3月以来首件 而今年以来 韩环对美元也重扁超过15% 沾满特制酱汁的韩式炸鸡 光用看的就让人食指大动 但是南韩民众发现 这款国美美食越来越吃不起了 市民们都必须负责不得吃 连知名连锁店老板都说 现在一盘炸鸡3万韩元很正常 但毕竟台币700元的价格 在南韩人眼里早就不评价 有超市干脆大促销推出半价炸鸡 每天限量半价鸡开卖就抢光 还得抽号码牌 风想打折炸鸡的背后 反映出南韩物价狂飙 实在让人民太有感 台湾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2.66% 但同期南韩却来到5.7% 而且这还是7个月来通膨首度放缓 7月CPI年增6.3% 才刚创下24年新高 国际能源价格带动物价全面上涨 原物料当然也不例外 因此除了炸鸡南韩常见小吃 统统掌声响起 过去一年炸酱面涨了6.3% 年糕则是6% 刀削面也有5.8% 南韩物价指标之一 为了对抗通膨 南韩央行过去一年就升息了7次 利率从0.50% 一路攀升到2.50% 尤其目前正值美元持续走强 韩元贬值导致进口物价居高不下 进一步推升南韩国内物价 因此上个月调升利率 南韩央行总裁就放话 不会比美国还要早开始停止升息 韩国은행은 현재의 물가와 성장 전망 경로 하에서는 당분간 물가 중심으로 통화 정책을 운영하고 금리 인상 기조를 이어나가는 것이 바람직하다고 판단하고 있습니다 只是美国联準会最新宣布 一口气升息三马 韩元对美元再扁 盘中一度出现 1410韩元对1美元 원달러 환율이 1,400원을 돌파한 것은 글로벌 금융위기 때인 2009년 3월 31일 이후 13년 6개월 만입니다 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同样在联準会升息后 开盘狂跌超过1.5个百分点 最后收跌0.63% 南韩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22日也紧急召开经济会议 副总理扬言 政府会出手干预 而且外界也预期 南韩央行将再度宣布升息 而且上升幅度 可能还会过大 DBS新闻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